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分享的运动,可能说出来有些人会有点不好意思 这就是提肛运动,相信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项运动 从名字就能够看出来,提是提收,肛是肛门 也就是有规律的向上提收肛门,然后放松 一提一松就是提肛运动 这项运动不仅适合男性,也适合女性 这个动作的作用和好处,我们一会儿再说 先说一说具体做法 手心站立,两脚分开,与筋同夸 后脚跟抬起的同时,收紧肛门 这个感觉就像憋大小奥兵一样,停动几秒钟 然后放松脚跟的同时,放松肛门 就这样脚跟上提肛门也上提,脚跟下落肛门放松 这样一提一松,反复的练习 同时还可以配合呼吸,吸气的时候上提收紧 呼吸的时候放松,一收一放为一个 每天坐五十个 这个动作不限于站着坐,也可以坐着 任何时候都可以坐,比如说在公交车上 地铁上,放工时的桌椅上,还有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这是一套不受十斤惨地限制的运动 而勤力性是男人的生命性 勤力性是否健康,对于一个男性来说非常的重要 提肛运动就能够有效地缓解勤力性受到的压迫 对于邻居比较大的男性来说 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扩跃肌 扩跃肌松弛的现象 多做提肛运动也可以预防 勤力性肥大和大小病实际 提肛运动可以锻炼提肛肌 直肠、扩跃肌和盆底肌群 通过锻炼肌肉增强身体控制能力 能够改善女性漏料的问题 提肛运动还可以改善肛肌的血液循环 对预防痣疮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作用 这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 作用不仅于此 坚持锻炼一个月 你就会发现它的好处 方法非常简单 贵在尽词 喜欢的朋友 请记得及时关注点赞转发或收藏 谢谢